上課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尤 我們今天要畫以拉小教室的第二季囉 那今天我們從鳳梨人開始畫 這是我水果系列 我們的鳳梨公宅 這邊跟第一季一樣 我會用基礎的指令來畫這些公宅 那有一些東西 基本指令在畫上會比較辛苦 所以有時候可能用一些不同的功能 那可以的話我都盡量說明講解一下 那鳳梨的話呢 一開始就先把底色打上去 利用小白呢 圈弦底下矛點之後 我會利用鍵盤方向鍵慢慢推 這一系列在畫的時候 底我的會開A4尺寸去畫 那這個你可以自己控制一下 我看要的尺寸是多少 那跟第一季一樣 我盡量都會控制在10到10分鐘內完成一張插畫 然後這裡呢我們可以直接 用小黑AAUTO監端著 垂直拷貝下來 全具自己控制一下 然後Ctrl監端著滴滴滴滴滴滴 接著利用小白呢 把右邊的矛點全選起來 往下拉 按右鍵 選擇變形 找到近色 然後拷貝 再把這個交錯的地方呢 中心點一對 一過來一對好 然後 我們可以搭配透明度面板呢 去調一下透明度喔 這樣它就有疊加的效果 像這樣子 疊加效果 或者你可以去搭配混的模式去做 因為這個 顏色本身用的態度的時候 效果會沒有那麼明顯喔 所以自己要控制一下看哪個適合 好之後呢 我們把這底啊 全取起來 Ctrl C Ctrl F 按右鍵 排列順序移到最前面 然後按住Shift鍵呢 把右邊這邊用圈選的方式 全選起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右鍵 剪載這四片了 接著我們來畫一下它的頭的那個 葉子喔 我們用弧形工具呢 筆畫填色 這個如果你觀念很清楚的時候 你可以想一個觀念喔 就是說 這個葉子呢我們畫好幾片嘛 我們應該是由後往前畫 所以你先畫後方比較長的 然後再畫前方比較短的 這樣你的物件順序之後就不用再調一次 會比較輕鬆一些 然後筆畫去加出 搭配描述檔 調好之後呢 物件打開去做擴充外觀 我們要把它從筆畫填色 轉換成物件填色 然後去帶入一個綠色的 比較遠的呢 顏色可以讓它生一些 然後越來越淺 越來越淺 讓它有顏色的這種交錯 這樣就好看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選舉起來 排列順序丟到最後面 然後這裡可以的話 我會先做群組喔 群組 然後前面這邊你有看到 這邊在選的時候 有看到這些東西 把多出來這些路徑 所以那我們可以去做這個合併喔 合併的話呢 交錯多餘的地方就會被刪掉 那我們剛剛做那個交集的效果 就會不見了 現在這邊我們要再多一個方法喔 我們就是不能用混合模式 然後重疊兩次 來 我等一下有進入編輯模式 我們可以這樣做 我把重疊的這部分阿 重疊的這部分阿 把重疊的部分刪掉 刪掉完之後呢 去做合併 然後合併完之後按右鍵變形 找到金色拷貝 這樣就好了 它就不會有多餘的物件 然後頭頂這些呢 Ctrl C 複製 Ctrl V 貼字下層 然後先把它連擊合併 然後筆畫加出 最早這個鳳梨頭這個筆畫多粗喔 這裡你就調一樣粗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記得 斷電改成圓斷電喔 就不會有這種 吃那麼誇張的吃吃的問題了 好 這樣才有一致性 然後搞底再自己控制一下 再來我們有畫到五關喔 所以再畫一次五關吧 這裡用物件填色就可以了 眼睛的做法有很多種喔 你可以畫你自己想要畫的版本 那時候畫的是笑臉喔 所以這裡我們要先畫笑臉 按住Shift 複製完之後呢 減去上層 這裡特別說明一下喔 這個鳳梨公仔的版權在我身上喔 你們不能畫完之後 直接拿去做商業行為喔 然後嘴巴這個我覺得補個 琵畫填色比較好看喔 調亮一點 然後兩個眼睛太大了 我想要調小一點 我們可以利用 變形的個別變形 就把它縮小一些 好這裡鳳梨公仔基本的雛形就完成了 然後再來就是要把手腳那些捕進來 眼睛的部分呢 其實你自己在做的時候啊 我建議可以試試看一些不同的眼睛造型 然後再來就是手腳喔 手腳那時候呢 我一樣是用弧形弓 均勻搭配 我們的箭頭面板去操作的 箭頭 然後圓圈圈 這裡我不用圓圈圈 我換個方式做 我要畫手套喔 所以來 我用椅圓工具呢 畫出來之後呢 先填上白色的 這裡比較特別的是呢 你要切換成物件填色 然後筆畫布填色 我們要用這種方法來畫手套 高頭這樣子的拷貝過來 中間的空隙自己拿捏一下喔 這就是要保留筆畫用的喔 好 畫好之後呢 我們就是去做連擊 先放一份喔 因為會用到 把它連擊起來 然後連擊完之後呢 做剛剛一樣的動作把它調為剛剛的 筆畫填色 物件填白色 然後筆畫加粗 就這樣 那如果你要畫出 有在揮手大拇指的話呢 就在旁邊再加一個 橢圓形 然後去做連擊 然後像這種一些小地方 沒那麼精準啦 這個要修就把它刪掉就好了 那我們用橢圓形呢 再畫一個底下手套的部分 這樣鳳梨就揮手了 然後另外一隻手呢 我們也要再畫了 就要偷懶了 讓這隻手很像摸在心臟上的感覺 很像在發誓一樣 然後這個留著好以後畫圖都會 畫起來角色的時候都可以再繼續使用 然後再也就少個畫完了換角了 球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題材喔 所以 我自己有想過說要再畫一系列的鞋子 然後這邊呢我們都是先用簡單的來畫就好了 簡單的 然後畫出鞋子的造型來 利用小白呢圈選右下角的矛點 就可以針對這矛點去轉圓弧狀 一點鳥 然後上面這我們要轉圓要做這個效果 然後呢就把這兩個線連擊起來 來 然後底下的鞋子的厚度這裡 減去上層 好 然後再來就是做一些簡單的線條的裝飾了 這樣就有鞋子的感覺喔 就基本鞋子造型就是這樣子 然後 可以在鞋子上夾一些裝飾 然後鞋子也可以去配一些不同的顏色進來 不知道配什麼就配銅色系碼 鳳梨是紅色就配紅色給他 然後前面這個這一塊啊 這一塊如果你要填上白色的話 因為我們是用線條畫的喔 沒辦法直接填上顏色 所以這裡如果要填色的話呢 也可以不 稍稍麻煩一下 如果我們會港筆工具的話 這一塊就很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不會港筆工具喔 所以我們用比較辛苦的方式來完成 Ctrl C Ctrl F 複選這個之後呢 去做交集 交集完呢 你就直接給他填上白色的 這樣子 那底下這一塊呢 你如果要做一樣的效果的話 就一樣喔 這邊一樣 我們就再做一次吧 Ctrl C Ctrl F 複選交集 然後去吸射就好了 然後鞋子這一塊呢 我們再做一次吧 Ctrl C Ctrl F 複選交集 那樣吸射 剛剛鞋子就算完成了 然後算完這個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挖子 或任何你可以想像的Tokeon 鞋子的部分也可以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鞋子選起來 尋組 然後這個可能就補個對話狂喔 我敢發是我最好吃 像這種元件啊 手是一組的 我就把手給群組起來 然後臉就把它群組起來 然後這邊呢 我要多一個版本喔 這個鳳梨本身我覺得我畫的稍微偏大 大概可以把它縮小一些啦 那先不管它 那因為我要做的是那個畫口罩 然後物件打開之後呢 我們可以去找路徑的增加錨點 這個指令呢 會在兩個矛點中間 再產生一個新的矛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法去 調出 這個效果 然後我們可以針對這兩個矛點呢 去轉圓弧轉 這樣子 然後上面呢 其實就是加一些簡單的虛線什麼的 就看自己要怎麼加都可以了 然後因為 他沒有耳朵喔 所以要不要畫這繩子 你就自己想一下吧 我覺得不畫也無所謂 因為大概看就知道是 口罩了 好 這樣就口罩了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 以拉巧克力是第二季的第一集 然後鳳梨公仔 那AI檔我會給 放在社群給 會員朋友下載喔 那如果你有興趣想參考的話 歡迎加入我的會員 那就謝謝收看囉 謝謝